诗是一种曲折而且浓缩的语言 为了是用来表达一般日常平庸的语言 无法表达的某一些更深层或者是更复杂的情感 人透过诗所以能够意识到 自己原来有能力可以如此复杂 如此曲折的来感受这个世界 感受与其他人之间的感情 这期的陈品讲堂邀请大家一起来读诗 我们要读利尔克和聂鲁达的诗 这两位诗人一位用德文写作 一位用西班牙语写作 但他们共同的一项特色 一方面他们呼应了现代社会当中的吵杂烦乱 但另外一方面透过他们像语言的魔术一般 在他们诗中他们能够创造出一个宁静安详 让人生成进去因而感觉到生命如此幸福的光 这种光透过阅读可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让我们照亮很多心灵当中黑暗的角落 用这种方式也许我们可以让自己活得更加美好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